我有一个梦 希望每一个孩子都能快乐成长 受到公平的对待 我有一个梦 希望这个社会能温柔对待每一个孩子 我有一个梦 希望所有的孩子都能勇敢尝试他的愿望 有机会实现心中的梦想 她是我认识的一个女孩 允云 钢琴弹得非常好 还能跟我一起四手连弹 真的很厉害哦 允云是一位视障生 双眼看不见的她 只能分辨出白天的光和晚上的光 不过这些限制并没有影响她 勇于尝试的心 她还是每天都很快乐积极的生活哦 允云一直很想挑战 靠自己的力量来烹饪料理 我来想想看 如果没有眼睛的帮忙 要怎么做菜呢 在一片黑暗中尝试料理 好像真的很难耶 不怕 只要有心 一定可以克服困难的 我是允云 一岁的时候我的眼睛就生病了 医生跟妈妈说是眼癌第四期 在我的记忆里 医院是我小时候的另一个家 我总共做了十三次化疗 三岁的时候 左眼的肿瘤太大 医生开刀栽除了我的左眼 从此我就只剩右眼 其实我的右眼也只有0.01的视力 我所看到的东西是非常模糊的 只能勉强分辨颜色 能看到有人走过 但分不清楚男生女生 在我五年级下学期 右眼开始出现黑影 黑影越来越多越来越大 我的视纹我也剥离了 最后只能微微分辨白天和晚上 我六年级的时候变成了全忙 失去视力让我很难过 也很害怕 为了适应全忙的生活 妈妈带我去台北启明学校就读 学校帮助我能自主生活 现在的允云是启明学校的学生 她大约花了三个月的时间 就可以不用用手杖 透过触摸瓷砖和算出步伐距离 就能找到要去的地方哦 也可透过校园里的点字设施 分辨正确的方位及定向 只要有导盲砖 自己上下楼也不成问题耶 不过如果到了新的环境 云云要怎么建构出空间的概念呢 我自己会希望就是在帮我的朋友们 就是可以跟我说可能这是一个怎么样的空间 比如说它是一个正方形的空间 它是一个像教室一样的空间 或者是它是一个像那种电影院的空间 或者音乐厅的空间 就是在我不小心的地方 需要更多说明 我才有办法知道就是现在的状况 最近云云搬了新家 趁这个机会我要去拜访她 云云为了迎接我还挑战了新的钢琴曲耶 好期待待会儿会跟她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哦 好那云云我坐在你的右边哦 你最近练到哪里了 你是练到中间还是你全部练完了 算了全部练完了 好那我们就准备开始咯 云云演奏家 开始 要不然这边我帮你弹 这边 好啊 这个我帮你弹 好哦 而且其实她应该是要这样 你知道吗 不知道 她的谱是这样的 对好我等一下帮你弹这个 OK好 然后你继续弹 来宇宇宇开始 第一次跟她四首连弹的时候 其实我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办 因为我没有跟别人四首连弹过 我从头到尾都是自己一个人在弹钢琴 那这一次是认真第一次要跟她四首连弹 其实她对音乐也还是很有想法的哦 所以啊我们就开始你一句我一句 你一句我一句 然后一起分配完段落之后 我们就真的第一次四首连弹完成了 我觉得每个人知道有心都可以做到很多很多的事情 她一定是付出了很多很多的努力 才完成弹钢琴这件事情 爸爸妈妈就像是云云的眼睛 也是她最好的朋友 在云云还有模糊的势力时 他们有一起去过花莲 台东 看过美丽的海岸和沙滩 也有去过日本那里有雪和红色的枫叶 从森林高山滑雪下来很开心 那些美好都放在她的心里了 所以她说 这个美丽的世界我已经看过了 这样就足够了 在云云的印象中 妈妈是黄色的 笑起来很温暖也很耀眼 我也很好奇在她的印象中 柏云哥哥是什么样子的呢 你小时候有见过柏云哥哥对不对 对啊在电视上有看过 那你还记得柏云哥哥长什么样子吗 不记得 有一点点不记得了 没关系今天给你记得一下 你摸我的脸会知道我长什么样子吗 会啊 那不然给你摸摸看 这是鼻子 这是眼睛 这是眉毛哦 那跟你小时候的记忆有一样吗 有 有一样真的吗 你想起来了吗 想起来了 真的 哇 这样你就可以摸得出我的脸哦 对啊 这么厉害 诶 不过云云我的脸 哇 听到云云这样说 真的很开心耶 偷偷告诉你们 可爱的她 其实对未来也有很多憧憬哦 其实我也蛮想她厉害的 就是觉得有一个 自己很喜欢的对象 然后可以一起结婚 我觉得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那个男生是 他是正常人 然后他要 他要很会主办 然后他要很爱我 那你老公 他肚子温云的可以吗 呃 可以啦 可以啦 可以 三 四 二 三 四 三 四 一 二 二 四 一 三 云云除了眼睛看不到之外 听力也受损了 因为有老师的指导 才能克服双重障碍 除了钢琴 她还学会了爵士鼓哦 而且云云上课非常认真 输入点字摸读也难不倒她 很好奇 她第一次用点字读完一本书 会是什么样的感觉呢 就是一個很奇妙的一個東西 就是它只有六個點點 但是它可以組成很多很多的記憶 不管是注音啊 英文啊 標領符號的數字啊 各種的 我覺得它很厲害 一方面覺得很有成就感 就是竟然可以把自己所學的 全部都應用在上面 而且就是覺得很開心這樣 然後一方面覺得 王環那麼多書 好累喔這樣 好啦 這邊請你幫我詳訊或是打上去 文力認為是飯上成罪 幫忙冒飯往上亂 不知道還有什麼事 是芸芸很想要獨立完成的呢 我想要獨立自己做菜 給爸爸媽媽吃 因為我覺得 他們平常照顧我都很辛苦 然後常常都忙東忙西 那如果我可以煮一頓飯 煮一頓菜給他們吃的話 我覺得他們一定會很開心很感動 市張生做料理 一定有很多需要更注意的細節 我決定要先幫他好好的把關 趕快來找高老師討論一下吧 老師有沒有為了芸芸做什麼菜單上的負擇 我們的調整主要就是把一些比較細微的刀工把它去掉 例如說切末 切絲 因為可能在對於市場的人會比較有一點難度上的要求 所以我們就盡可能把絲菜切成大塊狀 或者是不規則的丁狀都可以完成 比較麻煩要去皮 或是一些細小的一些手部操作的東西 例如說我們的番茄 那原本要去皮 那我們就可以把它省略掉可以用去皮這樣子 就是風味不會差太遠 口感也不會差太遠 是的 然後但是對他來講會省掉很多麻煩 是的 也可以完成漂亮又好吃的料理 好喔 看起來老師已經準備得很詳細喔 是… 好 那既然如此的話 我覺得我可以去找圓芸來練習 對 就要麻煩你帶她練習 OK OK 那我們下一次就朋友老師再見了 好 沒問題 謝謝老師 有聽到聲音嗎 嘿 圓芸 我是波圓芸哥哥 我來了 太好了 我帶了高老師借給我的用具 和採買的食材 準備要來陪圓芸好好的練習囉 看圓芸說明的器具 和食材擺放的位置後 還有把高老師的丁鈴也帶給圓芸 一切的練習就準備就緒了 你想要先切東西 還是想要先學煮東西 先切好了啦 我先看你的表演好不好 那我先幫你把砧板拿過來 欸不對 你可以自己拿 你還記得砧板在哪裡嗎 好好好 你把砧板拿過來 我幫你準備刀子 對 好 那你也記得蘑菇在哪裡對不對 那你拿蘑菇 蘑菇 對 你先拿一顆 你覺得最重要的 蘑菇的大小呢 就是這樣子 我們把它擺著的時候對不對 然後你在切的時候啊 大概一個指截 你切一片 一個指甲片這樣 切一片 從小 芸芸就因為看不清楚 而被長輩們要求不要切菜 以免發生危險 芸芸第一次切菜 拿刀子切下去 是什麼感覺呢 好 那我們現在要用刀子囉 一個指截或指甲片 好 來囉 差不多 涼到了 好 切 好險沒切到手 就是覺得很開心啊 就是覺得自己竟然能 竟然 竟然能像名人一樣切菜 因為大人越靜止做的事情 然後你就越想做 然後就會覺得很開心 竟然我可以做到這件事情 然後又覺得很驚醒 哇 沒切到手 在一次又一次的練習中 芸芸解鎖了許多食材 包括蘑菇 青椒 馬鈴薯 還有番茄 距離靠自己的力量完成料理 又靠近了一點點了 究竟哪一個步驟 是芸芸心中的大魔王呢 我覺得最難的是番茄 因為它很難切 它會一直滑走 GO 很好 再來一個 一個指甲片 很好 沒關係 沒關係 一 二 三 切 很好 對 然後用力往下壓 有 好 再拿起來 再往下壓 好 再拿起來 往下壓 再拿起來 往下壓 很好 很好 如果要開火 要怎麼開呢 一個 切 對 那我們就準備要信心喊話囉 芸芸 你對這次的任務 有沒有信心 有 你覺得你可不可以做得好 可以 好 那我們就打鼓鼓 準備要烹飪教室見囉 好 想要獨立自主完成料理的芸芸 很用心的在家裡勤家練習 加上萬全的準備 芸芸一定可以辦得到的 加油 進來了之後 往左邊走 然後拿 料理教室對芸芸來說 是一個陌生的環境 我先來料理教室看景 測量好空間距離 希望能夠幫助芸芸 在腦海中建構出地圖 了解方向與方位喔 我倒一個 一個 兩個 第二張桌子 然後第三張桌子 這一張就是芸芸的桌子 第三張桌子 先牆壁 然後右轉 然後第三張桌子 調味料的部分 將料理需要用到的工具 和調味料定好味 再加上點字的記號 嗯 只要做好準備 芸芸一定也可以跟大家一起做菜 芸芸 媽媽 我在這裡 芸芸 嗨 柏妍 嗨 哈囉 哈囉 今天就要來看看芸芸練習 和努力的成果了 雖然高老師已經有簡化 一些料理的過程 但對於芸芸來說 應該還是很緊張 但也是很興奮的一次挑戰吧 一起來幫芸芸實現夢想吧 我們現在已經到那個烘焙教室了 然後你摸這裡 有沒有 有一個櫃子 然後呢 這邊有牆壁 好喔 你現在沿著牆壁 往裡面摸會發現 這邊就是我們的烘焙教室 它是一個長方形的教室 然後看起來很大很大 感覺可以跑五個圈圈 都沒關係的 的大小 好喔 今天的料理教室 有另外三位同學 要跟芸芸一起學習 大家都是第一次 拜師學藝學做菜 料理初體驗馬上就要開始囉 那接下來呢 你先摸摸看這個桌子的寬度 你先摸摸看喔 哇 伯淵哥哥的手掌來量呢 這個有十個手掌這麼寬 那它的長度呢 伯淵哥哥的手掌有四個這麼長 那你要注意喔 最危險的東西是什麼 刀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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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我幫你弄粗粗來一點點 這個是削皮刀 嗯 然後這個是刀子 除了讓芸芸知道料理工具 和食材擺放的位置 我在佐料瓶上特地貼上了點字 方便圓圓操作 那這個是什麼 這個 這是鹽 對 好 大家午安 午安 我們今天要來做兩道菜 好 那要做菜之前 一定要提醒各位 待會過程要注意安全 尤其是拿刀子 還有開瓦失誤的火 要特別注意 小心 那等一下如果過程有任何問題 都可以隨時舉手發問 好 那我們就一的步驟 按照開始囉 我原本覺得會替這位視障生 有一點緊張 因為他是視障生 所以可能他會看不到材料 他也不知道 現在火有沒有開著 我擔心他會危險 然後也會可能 沒辦法做出跟大家一樣的 最後的成品 來 我們先把馬鈴薯削皮 馬鈴薯要削皮了 好 沿著鍋邊放下去 好 都要倒完了 將備好的食材一一下鍋 同學們也展現了友愛 一下擔心芸芸要注意用火 一下又七嘴八舌的叮嚀芸芸 要先放哪個食材 現在只要出動智慧的 另一位小幫手Siri 計時熬煮十分鐘後 就完成濃湯的基底囉 來 還有 可以 芸芸芸 幫我計時十分鐘 有耶 有了 有 開始計時了 對 小心 不要拿出來 往 往 往下面 哇 芸芸是不是很厲害呢 精準地把高湯和食材 透過均質機的攪拌後 加入鮮奶油再次熬煮 嗯 香噴噴的奶油蘑菇濃湯 就完成了 OK 好了 OK 喔 有喝到 喔 好喝嗎 嗯 自己做得最好喝了 嗯 第一道菜都完成了 接著我們就準備來完成第二道菜 好 那我們就先從蘑菇來開始切 有了第一道料理的經驗後 芸芸對於食材的掌握 也已經很熟練了 在刀工和使用鍋具上面 他的進步和努力 同學們也都覺得很棒喔 我很驚訝他可以自己切菜 然後不需要別人的幫忙 然後就可以自己切碗番茄 切碗蘑菇 做完非常多的事情都自己做 我感到非常驚訝 然後覺得他平常非常努力的在練習這些事情 我覺得他跟我們其實沒有什麼不一樣 因為他其實只要是多努力多練習 就是像是一些動作只要多練習 只要知道他的位置他其實做的沒有比我們差 有時候還會比我們好 好 放 對 這邊放 來 放到這裡 芸芸想著要為爸爸媽媽付出 把這些繁複的步驟都完成了 看到這裡覺得好欣慰喔 芸芸獨家的豪華鮮酥吐司披薩 就準備要進入烤箱烘烤囉 好 那大概要等十分鐘的時間 很謝謝他們願意這樣幫我 然後他們也很熱情 然後我就會很溫暖 但是有些時候也會覺得很麻煩 到他們就會覺得很不好意思吧 就覺得常常都需要他們幫忙 那如果我有一天 我可以自己做到這些事情就好了 所以我才需要這樣不斷地學習 因為我希望我可以更獨立 整個料理的過程看了真的是滿滿的感動 芸芸獨自一人完成了兩道料理 雖然也有有愛的朋友們一起幫忙 但相信要克服勢力上的不方便 芸芸也真的是下了好多功夫呢 不知道爸爸媽媽享用到這樣的驚喜 和滿滿的心意 有沒有跟我一樣也感到滿滿的幸福呢 芸芸超厲害的 可以克服她勢力上的障礙 然後可以為我們準備這麼驚喜的東西 我覺得很感動因為 芸芸的私利的關係 我常常都會很多的 誰不得放手讓她自己做 嗯 我我我這是很很真假很想要放手 但是又覺得很難放手 今天放手就看到她可以獨立完成這個事情 我覺得媽媽真的真的可以放手 我覺得她真的長大了 我覺得她真的長大了 很感謝他們沒有放棄我 因為很多很多爸爸媽媽對這種身心有障礙的小孩子 是選擇放棄的 但是他們願意跟我一起經歷很多容易跟不容易的過程 然後他們可以一樣繼續的陪伴我 他們也可以繼續的愛我 相信我跟別人沒有不一樣 我是我可以 我也可以很順利很棒的生活 而且他們從來不會貶低我的價值 因為他們非常非常的相信我 他們也很愛我 看到她真的成功的當下 其實我覺得有點小驕傲 就是大概知道她會是什麼樣的進程 也大概知道她會怎麼走這一段路 也大概知道她成功的機率已經蠻高的 但是孩子就是這樣子千變萬化 你看到她真的成功 你看到她那個好開心的笑臉的時候 你也會很忍不住的驕傲起來 用正面的角度來說 我們都有很多不一樣的地方 而且因為這樣的不一樣 我們才會顯得自己很特別